彰化县葡萄种植面积高达1200公顷是全国之冠 每年葡萄园整枝修剪产生大量的葡萄藤枝 古农习惯露天燃烧但也容易产生空污问题 县与农业处指导农民将藤枝碾碎作为堆肥 或是运到堆制厂来统一处理 把藤枝分解作为肥料 县与农业计划将藤枝铺设在浊水溪河床 希望能够有效抑制扬成问题 彰化大村堆制厂葡萄藤枝堆得比小山还要高 继续堆下去不是办法 县府农业处找一碾碎机 细化藤枝做堆肥 减少农民烦恼 因为每年光是要处理藤枝问题 农民一个头两个大 彰化县重植葡萄面积高达1200公顷 全台之冠 每年葡萄园修剪藤枝产生的枝条 更是一大问题 农业处指导农民利用破碎机将藤枝碾碎后 再喷洒木霉菌溢肥 将枝条分解作为肥料 葡萄产量不但能提升两成 果实口感也会更加Q弹 我们有补助我们的葡萄斑 他们的就地用那个碎木机 然后就可以在他的这个葡萄园里面 来做这个碎化的动作 那然后配合我们的木霉菌 然后做一下这个熟化的过程 过去我们如果放在我们的葡萄园 大概要6个月 才会变成黑皮来用 那现在透过这样的部分 只要一个月就能够变成我们的肥料 县佛表示收集来的葡萄藤枝 透过美菌溢肥 不但能大大减少 过去以燃烧产生的空污问题 还能提供给民众钱来领取 除此之外 县佛也计划将葡萄藤枝 铺设在左水溪和床上 在冬季不但有助于绿化土地 也有效抑制阳尘 要将葡萄藤枝做出最大再利用 维护生态环境 与民众健康 借待人贸彰化 唱不得 在冬季不得